大家好 今天是7月24日 星期一 我用耳機做一個市場分析 很多人說聲音比較小 現在我就連線了 看看大家會否覺得聲音比較好 看回大市始終是持續反復大遠 尤其是恒指今天不理日中的高位或低位 直至上午11點半左右 都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進一步偏淡 待會再作分析 先看看指數 恒指今早先低開208點 到18,867 之後曾經反覆落到18,755點 唯獨買盤又開始維持秩序 輕輕扶持 結果大市曾經後抽到18,946點 但即使是這樣 都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到11點半左右 指數仍然處於一個反覆大遠的形態 有一點我想跟大家說說 移動線的走勢 不是代表可預算明天市升或後天市跌 而是當恒生指數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下 技術上、形態上是偏淡的 尤其是7月份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雖然暫時來說仍然是先低後高 指數暫時來說仍然是由7日的低位 18,279點 升到14日的高位 19,534點 但已經說了很多次 一個月的高低位同時出現 在6個交易天之內的機會真的不大 是試過 但真的不多 加上1,255點波幅相對來說比較小 即是7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技術上可能有更大的波幅點比 既然指數現在漸漸跌至19,534 技術上距離今個月的低位是真的比較近 況且指數這一刻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說形態是反覆肉視底的格局 所以大家對短線的操作 都是有少少保留比較好些 其實這段期間我一路建議大家保留實力 儘量保本在山 當然期間會有少少短線的炒作 不要緊 3-5%你贏都要計數 反正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反轉後3-5%的虧視也要理性地離場 因為最終顧著本一定要留在山 這點很重要 再看看今年開始由1月直到現在這分鐘 每個月的高位都是隨著吸吸下行的勢頭 1月的高位是22,700 2月的高位已經跌至22,311點 到3月的高位進一步跌至21,05點 4月的高位是20,864點 到5月的高位跌至20,321點 6月的高位再跌至20,155點 到7月的高位暫時是19,534點 即是1月到現在這分鐘 每個月的高位都是一級一級地向下限 這裏形成一條下降軌 一直壓著大市 配合移動市方面的走勢 看到大市是真的一直都直弱 升市的時間成交少 跌市的時間成交多 已經看到資金入市的態度是卻步 有少許聲明 我國獅子和國獅子公室 是沒有任何投資群組 近日又再有些 模仿我的投資群組出來 大家如果誤信這些群組 而招致到損失 與國獅子和國獅子公室 是沒有任何關係 大家小心點 近期的東周行已經講完所有情況 大家不妨多加留意 再看大市 7月份的市剩下交易天不多 下週半日 這星期四已經是今個月的轉倉高峰日 星期五是歧視結算日 即是明日星期二 後日星期三和下午這兩日半 好倉大戶如果要反擊就是這些 不過以現在的市況的形態來說 就算好倉大戶想有少少反擊 波幅也不會太大 所以仍然維持高級 看不通盡量保留實力 盡量保留現金 接近中文的分析 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按讚、留言、訂閱、按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 歡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